安波CS中超足球快讯 2021年5月7日 广州城望琴深圳队 周六晚上 中超继续有好戏上演 届时广州城将做阵主场迎战深圳队 广州城金纪表现令人惊喜 目前斩获二胜一合的不败战绩 金铺座阵主场面对目前已二轮不胜的深圳队 广州城值得看高一些 三轮战霸 广州城以二胜一合的不败战绩 高居A组榜首 出乎大多数人预料 首战二比二破和同城大哥广州队 四轮三比一完胜重庆两将竞技 上轮一比零立刻非常难缠的青岛队 广州城新赛季的确让人眼前一亮 在这三轮比赛中 广州城攻入六球 攻击力冠决组 与此同时 这样的进攻火力 也是全中超中并列第二的 在中超球队普遍外援不起整 攻击力下滑的情况下 这样的数据 相信已经能够让广州城球迷满意 不得不说 广州城挑选外援的 独到眼光注视 让人佩服 前有A贤达拿 沙西域 现有古西梅马基斯 这位巴西攻击手出来 乍到就征服了一众球迷 并在与重庆两将竞技的比赛中 完成没开二度的好戏 而此前在港超 中甲效力的蒂里安高 来到广州城后表现 也逐渐回暖 上轮与青岛队一战 在球队九攻不下之际 正是后背上震的他 帮助广州城打开局面 金扑回到月秀山体育场作战 面对境况不佳的深圳队 广州城剑指三连胜 合上赛季一样 本赛季深圳队再度大肆引员 从河床牵来了祖安昆达禄 又从国内球队牵来了阿伦卡迪斯 华卡素和爱基安邦等人 本土球员方面 深圳队一牵下了张路 袁敏成 江志鹏等实力球员 阵容厚度大大提升 然而补充多名国内外强员之后的深圳队 新赛季表现却远不及预期 仅仅取得一胜一合一负的战绩 看来 挥舞钞票买进球员的短期行为 并不能铸就一支有凝聚力的战队 踏实做好清训培养 打造自己的嫡系班底才是正的 备受关注的祖安昆达禄 新赛季首秀的雀强眼 送出两季 助攻帮助球队2比1 立刻河南松山龙门 但在赛季首战的高光后就陷入沉寂 过去二仗既无助攻也无入球 而一级安邦和阿伦卡迪斯的一高一块组合 都没有发挥出各自在原来球队里的威力 而且中场支援也不够 这也导致深圳对境攻只开花不结果 以球队目前的中前场人员配置来看 三场比赛只入二球显然说不过去 此番较量自然是看好状态更加出色的广州城 笑到最后 感谢收听安波CS中超足球快讯 按赞和分享是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